白皮書的第一部分 它的確是講一個中國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唯一政府 但是那是在國際 在外交上所講 第二部分 它講在兩岸之間統一之前 這一個中國 它沒有提中華人民共和國 現在的國民黨政府說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但是在國際上 大家認為的一個中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出一個中國的意涵 包括了文化上面的 歷史上面的 這包括了很多情感跟人性上 陳水扁先生一個中國 究竟可能是什麼 我覺得在兩岸中間 我們最要小心的 就是因為誤解而產生誤判 今天我覺得有兩個 很重要的誤解 會造成我們全民的損失 第一個就是誤以為 大陸在兩岸關係裡面 所講的一個中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是錯的 包括剛才林委員 所引用的白皮書 很清楚的是 只見其一未見其二 白皮書的第一部分 他的確是講一個中國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唯一政府 但是那是在國際 在外交上所講 第二部分 他講在兩岸之間 統一之前 這一個中國 他沒有提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這是第一個誤解 第二個誤解 就誤以為大陸講一個中國 可以作為一個議題 可以討論的 而不曉得大陸 他在跟英國財切爾夫人 談一個中國領土主權的時候 是講這是不能碰的 這是不能討論的 他並沒有要強把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號強加在台灣的頭上 但是如果把領土主權 這種可以討論的 他內部馬上面臨到 新疆的西藏的蒙古 他通通要分裂的 所以我們在相互對談的時候 需要先知道對方的底線 對方底線很清楚講的 希望520的時候 陳水扁先生明確地只講一句話 回到一個中國原則 內涵是什麼 通通可以不用談 所以我們現在有很多庸人自擾 自己講說這個內涵是這個是那個 他根本不在乎是哪一個 他最重要的就是回到中性的 一個中國原則 今天聯合報我們看到了 北京的社會科學院的教授 也講得很清楚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並不是大陸所講的一個中國 這是很大的誤解 蕭主任要回應的 蕭主任 其實剛剛馮委員提到一個 重要的一個關鍵 就是說可能馮委員到中國大陸去的時候 他們告訴他是一套 可是問題是台灣人民在乎的是 在國際上的生存空間 今天我們到國際上 一個中國當然是沒有任何 自我表述的空間 現在的國民黨政府說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但是在國際上 大家認為的一個中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麼在這樣子 讓我們去接受這樣子的一個中國 對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 是有很大的打擊的 甚至是我們不斷的被孤立 那現在如何如何在彈性的處理 一個中國原則 它的內涵的時候 同時能夠給台灣更大的國際生存空間 我想這是我們現在所面對的 如果主權問題 確如剛剛馮委員講的 是無法碰觸在對內 不容許任何差別的解釋的話 這個時候陳水扁 現在一個中國還有什麼樣可以 彈性的內涵跟討論的這個範圍 這個我們要就是對內跟對外 這是不太一樣的 我想對外大多數的台灣人民 希望他自己對外有自己的代表性 甚至可以參與國際組織 但是對內的話我相信 事實上這個陳水扁先生 在他的當選的演說裡面 已經提到了 包括血緣文化上面 都是可以能夠跟一個中國 或者是中國所想像的這個概念 能夠有所可能彈性的解釋的話 是可以碰觸到的 但是一個中國是不是包含其他的 包括國際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或者是其他對台灣生存空間不利的因素 這些也是我們在決定要不要接受之前 必須去考慮到的 可以解釋一下 我們查詞